现在就下载98新闻台APP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精彩节目 在我们现场的是 台湾经济研究院研究五所 专门研究能源的副所长 陈诗豪 陈副所长 也非常欢迎YouTube的朋友们 一起来收看直播 副所长早 早 主持人早 各位听众大家早 好 那么先让我们大家了解 一下现在的情况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我其实看到那个新闻的时候 我有点不太敢相信 就是说天然气的库存 这件事情理论上来讲 就是每一个国家例行公事 那我到了要冬天了 我有多少天然气的需求 我当然就会库存多少的天然气 为什么会在欧美都出现了 这种天然气的库存 这个偏低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主要的原因还是在于最近欧洲 尤其是英国 它本身对天然气的需求 忽然的急速的升高 尤其在发电的需求 因为我们知道过去几年 减碳这个议题 其实全球大概都蛮重视的 所以所谓的能源转型 意思是各国采取的一种新的能源政策 当然台湾也是朝这个方向在发展 那能源转型最重要的 就是希望能够转到绿能 或是所谓的再生能源 可是在现阶段 我们还是需要一个很重要的 桥接的能源 那这个能源基本上就是天然气 因为天然气的叛台量 它比大概煤炭少了45 比油大概少30% 所以它会是我们现阶段很重要 走到未来与绿能为主的一个世代之下 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桥接的一个能源 所以大家都大量的使用天然气 然后减少煤炭的用量 那可是最近英国发生的一些事情 主要就是因为 过往它的风力发电 基本上蛮充裕的 尤其是去年年底的时候 还超过40%几 大家都非常高兴 风力发电占比达到40% 对 但是应该说整个再生能源 加上风力 风力大概是25%这样子 所以就已经超越了化石能源 所以那个时候 就形成一个新的里程碑了 可是今年以来 英国的风 风况不太好 它大概从平均可以提供 英国20%到25%的发电占比 降到剩下大概7% 差这么多 对 差这么多 那这个时候呢 在传统上 它燃煤电厂又已经不再使用 所以它就 唯有就大量使用天然气发电 所以让天然气的需求 整个拉上来 可是英国的风场 不是公认是最好的风场吗 结果也出现到这么急剧的变化 可以供电25% 降到只能供电7% 对 所以在生能源 它当然跟气候的关系很大 那最近几年 应该说今年比较奇特的气候的异常 不光是英国风力发电不足 以前一阵子我们台湾也缺水 所以也造成了一些小小的影响 那事实上 中国大陆就是限电 限电它不是现在才开始 它从年初就开始慢慢开始 尤其是广东已经很久了 好几个月了 那它的主要原因也是在于说 广东它基本上是靠其他的省份 把电往广东送 那在水利发电非常发达的云南跟四川那一带 今年也缺水 所以他们也没有水利发电足够的 可以往广东送 所以广东很早以前 大概是三四个月以前 五六月就开始限电了 只是最近中国大陆限电的比较严重 开始往浙江跟浙江去扩了 从珠山脚到长江脚都有这个现象 那最大原因就是 中国大陆当然减少煤炭 因为他们135块要结束了 这个是硬指标 习主席的硬指标不行 一定要达成 所以他就是开始控制煤炭的用量 那不巧最近又碰到天然气价格飙涨 所以中国大陆也减少使用天然气发电 导致电的真的不够 所以中国大陆限电很严重 那欧洲产生这个原因 然后水利发电又不足 对 所以它是整个都全部加起来 所以那只好就开始搭限电了 那欧洲又碰上俄罗斯 他最近送到欧洲的天然气销量有点减少 当然它的原因我们不是特别理解 可是看起来它的数字看起来 销量就减少了 再加上北溪二号的商转 至今没有开通 对被延宕 本来以为九月份要商转 后来延宕了 那这都会造成市场很大的预期心理 所以早知最近其实全球都在抢气 所以英国在抢气 因为它的风力发电不如预期 大幅度的下降 那中国大陆在抢气 因为对它来说 现在水利发电其实也受到了一些影响 然后又必须要降低煤炭的发电 然后欧洲也在抢气 因为俄罗斯现在对于欧盟的供气 似乎不知任何的原因 然后呢减少 然后呢 当然可能本来大家期待的是说 北溪二号开通的话 那大量的这种气呢 就可以通到欧洲 结果北溪二号至今没有开通 所以他们的库存 本来就等待着北溪二号 不需要库存这么多 但现在看起来 北溪二号的开通 可能遥遥无奇的情况之下 这种低库存就使得他们的危机 变得很严重了 对是有点有点的需要特别注意 就是欧洲他过往 他在这个时间点八月份的时候 八月份九月份 他的库存的那个tank 就是他的设备的利用率 就是存库存量大概会占到 他量大概百分之九十一左右 九十九十一 因为因为他准备过冬嘛 冬天快到了 可是现在今年八月底 他只剩下百分之六十七 降了这个幅度非常精的 而且是过去 刚刚你也提到过去五年 很少这么低点的 这个对于即将进入冬天的讲 其实情况是有点特殊 所以大家其实最近 为什么市场会这么紧张 就是看到这个现象觉得 大家担心冬天一定会缺气 那这个缺气的结果就 开始拼命抢一些现货 所以这个价格就标得很离谱 那天然气的价格 现在标到什么样的状况 现在价格 如果是以目前来讲 美国的Henry Hub HH 他大概是六块一 六块二左右 每个美金百万BTU 我们百万BTU是天然气的交易价格 那他从年初到现在 大概已经涨了一百多趴了 一百三十几 所以一点三倍 一点三倍 可是欧洲的天然气涨得更凶 他涨了一点八倍 OK 他现在大概欧洲 当然价格跟美国贵一点 他现在大概TTF 就是荷兰的重要的交易的中心 大概已经涨到十七块 百分BTU 那预期 年底可能还会再往上升一点 那亚洲也因此 现货也被炒起来了 但是亚洲是LNG 所以比较贵一点 现在液化天然气 液化天然气 所以他现在价格大概是十八十九块 美金 每BTU 每百万BTU 那但是曾经十月份交割的 日本东部电力公司 我们看到了 他曾经买过一船最贵的 二十九块 每百万BTU二十九块 对 所以那个价格是非常 你看到美国其实才六到八块 六块二 六块二 然后他买到二十九块 对 买到二十九块 可是美国六到二已经创2014年来 七年的新高了 可是我们想象当年2017年 油价是一百多块的时代 现在美国已经比那时候的 那个价格 天然气价格比那时候还高了 所以天然气这次真的是 是非常的非常的价格的这个飙涨 有点让人家心惊丹跳 而且日本的这个抢货的行为 可以看得出来 现在很多人因为担心过不了冬 所以现在是有 只要只要有限货就买 已经不问价格了吗 看样子是怎样 因为我们看全部十月份 因为他大概平均 大概都二十四块二十五块 对这个价格我们过去比较少看到 这么频繁的出现 偶尔会出现 但是一直都是 大家都用这个价格 在过去真的是很少看到 以前超过二十块美金 大家就已经觉得 哇这个价格已经太惊人了 不过还有台湾是还好 因为台湾用了很多是用那个长约 那长约目前算起来 大概是大概十块十一块左右 我们就算想抢也没办法抢 因为我们其实没有足够的除油 除气槽 是是是 但是我们除潮的时候 限量但是量占是比较少 对对对 不过台湾的特质 因为我们不是天然气拿来 不是用来做暖气用的 所以我们冬天的用量 其实没有那么高 对 所以我们需要用现货的时间 反而是夏天 OK 因为我们要发电 没错 夏天的发电量 所以冬天期我们看到 就是越往北边的国家 可能压力就越大 对对对 一点都没错 可是它现在影响的不是只有天然气哦 它现在影响的是包括了油价 甚至于你看到欧洲的碳权交易价格也创了历史新高 这是另外的联动性了吗 当然因为现在碰到困境就是天然气货不够嘛 那大家只好改用会采用油 那你会把油的需求拉上来 油价也因此被拉高 这个跟过去真的有点不太一样 过去都是石油价格来带动天然气价格 这是反正都翻转过来 就是天然气价格带动油价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那么我看到高森的预估是说 可能带动了一天增加200万桶的石油消费 但陈副所长说不止 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欢迎大家回到酒吧新闻台财经起床 好节目现场 我是陈凤馨 在我们现场的是台湾经济研究部所副所长 陈诗豪 陈副所长 也非常欢迎YouTube的朋友们一起来收看直播 所以副所长 其实这一波的能源风暴 从天然气 因为尤其冬天天然气 如果供应不足的话 那对于整个稍微纬度高一点的 北半球的国家来讲 那影响都是极大的 那这一步 你从这个大概北纬 我想北纬这个 北纬多少 北纬一定程度以上 30度吧 30度以上的这一些国家 其实都是属于高消费力的国家 对 那影响都会非常的大 我们刚刚讲天然气这一波的 短缺 它导致的天然气的价格 其实美国已经算是涨最少 涨1.3倍 欧洲涨了1.8倍 那现在亚洲 从日本去抢货的状况来看 它可能甚至于不惜 这个两倍三倍的价钱再抢 它影响的不是只有天然气 还包括了石油消费 那些石油消费的预估 是怎样的变化 石油消费 但OPEC它曾经预估 大概2023年回到我们疫情的水准了 不过这两年大概比较压抑 比过去大概每天1亿桶这样子的水准 大概少了大概将近1000万桶 但是这波天然气缺啦 缺天然气 大家会转换 使用油去发电 这样的情况之下会使得 这个石油的需求一定会拉上来 那我们看到几个报导 大概就当高盛 凤鑫刚才提到 高盛大概200万桶 大家看到报导 它说最高可能会影响到505万桶 就一天的 增加505万桶 对 石油的需求 对 每天会增加505万桶 那基本上就已经吃掉了 过去 回到 就让它回到疫情的水准了 而且它就让OPEC 它的所有的减产的 这一个额度全部吃掉了 吃掉了 会吃掉 所以大家对油价 为什么这波也会被拉上来 然后 对后市其实大家还是有点紧张 所以油价您看已经都回到 不然都回到80块 那很快的很可能会回到我们不想看到的 这个三位数的水准 可能会这样子的风险 那除此之外 那因为没有天然气 你还是要用能源 怎么办呢 那欧洲开始就必须被迫 其他的国家一样 也用 开始用煤炭 回过来回到煤炭 他们这是不得已的 不得已 真的不得已 那你最后的结果就是 碳权的需求 就绝对拉高了 因为你使用了这些高排碳的能源 那对市场上 需要碳权去换的话 对碳权需求就拉高 所以这一波欧洲的 碳权的价格 也是飙涨得非常厉害 它从年初到现在涨了100% 又涨一倍了 30块到60块 对 所以 所以 这些这样涨上来 其实对于整个世界的这个稳定会产生一些压力 对 刚刚提到说对民众影响 其实早在2008年09年 那个时代 因为国际油价其实很高 100多块 天然气的价格 那时候是油价带动天然气价格 我印象很深刻 它最高的时候一桶147美元 147美元 对 那那个时代天然气的价格就刚刚提到 大概就是跟现在的价格差不多 那个时代 可是英国发生一个现象 什么现象 就是英国的退休老人 他说民众在 民间在船 你是要能死还是要饿死 因为冬天了 你没有足够的暖气 你会能死 可是当你付了足够的暖气的费用之后 你就没有钱买足够的食物了 所以那个时代是对民众来讲 那是一个非常煎熬的一个日子 所以这一次为什么大家这么紧张 因为以前比较没这样的经验 自由化的时候 天然气从来没有这样飙涨过 那这一次再这样飙涨 其实各国会非常紧张 现在欧洲的天然气价格 已经是2008年那个时候 高点的时候的价格 高点还要再高了 还要再高了 那眼看着冬天的 这一个天然气的需求量 大幅度上升的时候 这个时候天然气如果再涨上去 那就是比2008年那个时候更严峻 更严峻 那所面对的冷死 或者是饿死的压力 在欧洲可能很多收入偏低的民众们 都会面临这样的压力了 没错 就是那个时代的 它会形成政治问题 能源议题一直都是 跟政治会有很大的连结 尤其它对民生的影响真的太大 它是一个非常太大 那我们在这个台湾你比较没有办法感觉到那种 可是万一我们像前几天 三重跟事情停电 你会觉得你会受不了 可是在欧洲国家或是像北 像中国大陆比较北的国家 它用天然气起暖到了冬天 没有天然气 那是一件非常恐怖的事情 对 活不下去 活不下去 真的活不下去 所以这个为什么大家对过冬这件事情 这么紧张 它其实是牵涉到整个社会运作的结果 那目前现在你看到的这个紧急应对的方案当中 有哪一些你比较看到的各个国家积极应对的这个方案 第一个就是大家全部在抢货 包含中国大陆也一样 它在买冬天交割的这个现货 就是LNG的现货 它买LNG 对它买LNG 因为LNG比较好存 那个气态的不好存 LNG很好存 那液化天然气 对对对 比较好存 那冬天大概就抢货 那欧洲可能就是 可是它有这么多的除气槽吗 它也建设了一些 但是你如果要长期用 当然相对一定还是不够 但是你总是 第一个两种方式装满 第二个我把期货买好 就每一个月每一个月到货 都买好 然后就是再把原来有的东西都装满 就这样做 他们已经买到什么时候了 大概是明年一月二月了 已经买好 对这个是现货 现货的部分 但是也有期货 期货版就签了长约 像台湾中国日本 韩国都一样签的是长约 那这个大概又是 维系原来的那个 运作在进行 那个大概没什么问题 所以对台湾来讲 影响不是太大 只是年价格 感觉到是年价格的影响 而不会对生活产生太大的压力 可是对这些其他国家 它其实是生活产生 其大的压力 那欧洲大概是 原来是寄往北溪二号 那像北溪二号也不晓得什么时候会 北溪二号现在 其实他们的工程是已经完工了 完工了 那它现在不能通气卡在哪里 那主要就是验收的问题嘛 就是你要等到那个德国政府要审查 通过它才办法 那现在就是要验收 你一定要有第三方的这个检验的工资去确认 它是符合相关的规范 那目前因为美国是不是针对它的态度有点暧昧啊 所以导致导致这些其他的验证机构 好像看起来不太不太 所以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第三方的验证机构敢接这个case 我们看到的资讯是大家有点谨慎 我们至少没有明确的接下这个任务 大家很紧慎在评估后续有没有被制裁的可能性 所以政治力的影响对它产生了一定的压抑的力量 所以北溪迟迟迟没有办法通气 恐怕也跟这个没有办法 第三方验证单位不接这个案子 那他就没有办法通气 那对于俄罗斯来讲 他当然也有可能就是我借着减少工气来压迫 俄盟赶快的去验证通过北溪二号 有可能他就让你感觉到痛 这次就很痛啊 因为这次无来由的欧洲的 从俄罗斯进口的天然气是减少的 再加上欧洲本身自产天然气也在减少 为什么 他的矿已经衰竭了 第二个就是大家本来就想到 有北溪二号了 我自己的先不要产了 所以荷兰有个很大的气田 他本来是到2023年就要整个下档了 可是现在大概重新思考了 可能不止不让他下档 搞不好要增加他的产量 他原来的构想是有这样子的 这么大的一个新的管线气会进来 所以基本上整个思维就被改掉了 所以他唯一能做第一个就是 赶快跟俄罗斯那边去桥 北溪二号让他上转 第二个他原来要减少产量的资产的气田 他要重新再做一些投资 让他产量能够提高 但是我觉得那个 效力有限 真的还是要靠北溪二号 所以为什么德国这么 美克尔会这么的坚持 北溪二号 他其实对欧洲真的影响很大 因为那牵涉到他们的能源安全 那可是我们接下来就要问说 那这样子看起来 其实最重要的是天然气的供需失衡 还不是在原油的供需失衡 而是在天然气的供需失衡 这种天然气供需失衡的状况 可能会持续多久的时间呢 这个要看我们冬天 有多冷 对 运气好不好 如果是暖冬 大家可能会 就能够稍微缓一点 可是如果冬天今年万一气候的异常状态 造成冬天气候比较冷的话 那个会到明年第二季 我看都还是属于很紧缩 目前的气象资料还没办法看出 今年到底是暖冬还是冷冬吗 因为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 但是我从一些资料里面看 好像还没有人对他做出预估 这是很特别的 其实理论上来讲 这时候应该已经判定是暖冬还是冷冬 可是还没有任何 我也是看了所有的资料 我看不到任何气象单位 去预判今年到底是暖冬还是冷冬 对 所以没看到这个资料 所以不晓得是不是 这个大家比较谨慎 因为影响的层面比较广 比较谨慎 所以我比较难判断 那我们可以有几个情境设定 假设他是暖冬的话 那问题可以怎么样解决 那如果他是冷冬的话 那价格啊各方面的飙升状况会如何 如果是暖冬的话 那个量大概是 以大家现在储备的量大概应该是可以应付 勉强应付 以那个欧洲他也有一些存量 大概勉强可以运作 那再配合再生能源的发电 可以起来的话是比较好 可是万一如果是冷冬的话 这个可能到明年的第二季 都会是一个很大的压力 那到明年第二季 不是说冬天过了就算了 它的效应会往后扩 就是它价格它不会那么快的掉下来 所以它价格会延续下去 所以我下次应该要请冯启明来谈一下 就是为什么今年英国都疯不见了 然后又为什么今年到现在冬天到底冷不冷 不知道呢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节目现场了 欢迎大家回到98新闻台财经起床 好 节目现场我是陈凤信 在我们现场的是 台湾经济研究院研究务所副所长 陈施豪 陈副所长也非常欢迎YouTube的朋友们 一起来收看直播 我们来看这一场的能源危机 比我们想象中的范围更加的广泛 当然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国家的状况 那我们刚刚在广告期间的时候 我们的网友已经这个告诉我们 就是说英国在上个礼拜 有非常多的足球赛取消了 取消的原因呢 不是因为疫情 而是因为呢没有办法加油 然后呢就真的是 真的是车辆没办法加油 所以呢球队没有办法到 没有办法到这个其他城市去比赛 所以那个足球就取消了 那我说不会油也没有涨到说加不起油啊 他说哦不是 是因为呢加油站根本没有油 没有油所以他们就没办法去加油 好那为什么会没有油呢 因为脱欧了之后呢 他们的运输卡车的司机呢 那么主要都是欧盟的移工 那现在移工不能进来了 所以呢他们没有运输的卡车司机 所以就没办法从这一个港边 把石油给运输到这个加油站 所以有九成的加油站现在空油 空油对对 好OK这是目前 当然你知道各国的面对的状况不同 那我们现在就要来看 这失衡要看天气老天爷来决定 老天爷第一个要决定的是 风的大小 老天爷第二个要决定的呢 是天气的冷暖 天气如果是冷冬 那问题很严重 如果是暖冬的话 那问题可能稍微好一点点 还有没有其他的变数是我们要观察 可能对于这一波能源危机产生的影响 其实那大概就是地形政治 刚才有特别提到嘛 地形政治的一些影响 除了政治利益的介入 那因为对欧洲来讲 要解决长期而言 他的解决方案 就是他解决方案一定是北溪二号 那但这个北溪二号对美国是一种 是一种 他不是那么喜欢 主要原因是美国也想卖天然气到欧洲去 所以他是一个有一点点像是相互竞争的 新人的太阳态势 第二个他也对于不同区域之间 政治政治相关地形政治结合的一种 会让俄罗斯跟欧洲的连结度会更高 所以其实美国不太喜欢 那这件事情会不会影响到北溪二号 他能不能后续 真正能够商转的时间能够往前压 那是一个很大的一个 你们评估如果北溪二号开通的话 欧洲的天然气危机就解决了吗 我们认为可以解决 因为他的量够大 他会让整个欧洲的市场 不见得 就是不需要再靠原来的数量去存活 跟他自己的存量 他现在全部是靠自己的产量跟存量 跟一部分俄罗斯原来透过乌克兰过南进来的 对 这样虽然在苦撑 那当然这阵子比较麻烦是因为美国的LNG出口的量还没有出来 因为前一阵子的飓风少了墨西克湾 所以他其实所以这阵子刚好所有的因素全部加起来 其实那个飓风已经很久的时间了 到现在还没有恢复运作 因为油气井他先关掉 他需要一段时间再恢复了 所以我们看资料大概还有39%的产量 还没有完全恢复 对 还没有完全恢复 会造成一些影响 那价格是这样 他是跟边际的需求有关系 你只要差一点他就往上飙了 因为大家都缺 那这一次当然主要的原因也是在就刚刚凤信提到的 再生电源的天气的状况 因为这是整个被挑起来 就是因为你的再生电源的发电不够 不够之后那你当然 尤其是夏天是用电是空调 这很重要的一个高峰 其实欧洲是有两个高峰 台湾只有一个高峰 所以基本上对于天然气的需求 在这个瞬间被拉高 因为天然气价很麻烦 就是他是作为再生电源不够的时候 他要去补再生电源 煤炭被减的时候他又要去补煤炭 所以他是中间然后往两边扩 所以你只要中间两边一有风吹吵动都要靠他 所以这段时间就两边都没有 所以他全部靠他量力一下标起来 所以短时就会不够 所以我们要关注是北溪二号的一个动态 北溪二号如果能够开通的话 欧盟的危机解除了 那这个时候天然气的价格 有可能稍微去平稳 那这时候石油的问题会 也就相对的被解决 所以关键点是在北溪二号 那如果说真的有了第三方的单位 来去审查他的天然气的 相关的接收的工作的话 大概还有多久时间他才能够开通 现在是因为没有人敢接这个业务 所以我们要先看有没有人敢接 这个不会太久了 就是主要是程序的问题了 德国他大概我相信大家都很急了 程序的问题你只要那个程序完成了 应该很快就可以执行 那整个设施整个设备都已经 其实都具备了 所以我觉得还是在程序上的一个问题 好那他会影响到亚洲吗 当然会因为欧洲不够的话价格会涨 那欧洲他们也会买LNG 他们也会买LNG 所以对于东亚我们这些使用 不管是我们日本韩国台湾跟中国大陆 甚至是印度 现在连菲律宾都要用LNG了 所以大家都要用LNG 所以他其实会让市场变得很紧张 就是大家一起抢 那这一波亚洲为什么长成这样 其实也是欧洲带头的 因为亚洲其实有70%到80%是长约 那我们的现货其实大概是30% 二三十的比率 比例而已 对 所以对我们的价格的影响 感觉让价格飙很高 但是平均来看的话其实没有影响 还好 对还好 可是对欧洲就不一样 欧洲因为它就是市场的价格在那边波动 那整个就拉上去了 那个影响很大 对我们影响是感受到油价之后才开始感受 对回头去感受那个天然气的那个上涨 对那所以我们来预判一下 未来半年这因为大家还有很多的变数 天气也是变数 北溪二号也是变数 对然后这个温度也是变数 是那我们接着我们就要来看 但是还是要去预估一下 那未来半年的价格呢 价格当然变化很大 谁都谁都不敢太太有把握 但是我们看起来这个价格 可能是不太能够回来 就是说过往我们天然气一直是比较 比油其实比较便宜的能源 因为同样热值之下天然气是便宜的 就以热值 对对对 就每一块钱产生的热值来看天然气 本来是比较便宜的 对所以像现在你看 布兰特大概油价是80块的话 换算成天然气他每百万BTU的话 大概是14块半 可是您看我们很多现货都已经拉到他的一倍 29块 对所以其实这有点有点反转 我们觉得过去比较廉价的天然气的时代 可能很难再回来 这是第一个我们必须要去认知的 就算这一波的天然气的能源危机解除了 它的价格也很难回来 这是第一个我们要去具备的 那可是油价也会因此标到三位数吗 这就跟我们直接合法相关了 油价标到三位数这不是不可能 因为最近他大家的投资 其实这几年大家对化石能源的投资 是有点比较迟缓的 投资都没有太新的投资 那既有的产能之下 你假设因为这种天然气的 拉升让油价其实他回到一百块 我觉得不是不可能 因为我们刚刚提到了 就是天然气的居高不下 这件事情可能会变成新常态 他如果变成新常态的话 那就一定会有一定比例的 能源的来源会转为用石油 所以石油的这一个 每一天的需求量的增加 他也可能会变成新常态 所以我们也必须要做好三位数 油价的一个准备 就是以北海布兰特原油来看 一桶一百美元 现在距离现在 他当然还有大概百分之二十五的空间 对因为才差二十块嘛 二十块八十二十块大概二十五的空间 这个有时候说到很快就出现了 那不过现在预测大概九十块 大概大家普遍认为九十块的油价 大概很快就会出现了 但是至于会不会有一百块 那还叫第一个要看天气 第二个要看政治 这些就都不是我们研究财经的人 能够去解答的一个问题了 好我们要非常谢谢台湾经济研究院研究五所副所长 陈世豪陈副所长 今天来告诉大家 为什么现在全世界 又是抢气又是限电 然后又是抢油 我们就明白原因了 非常谢谢陈副所长 非常谢谢大家了 我们明天再见了 拜拜